在情感的世界里 女人的心思往往特别难揣摩 一方面是因为她们不善于 表达内心的情感态度 另一方面则是很会伪装 轻易不会让男人一眼就看穿 但其实对一个人动情之后 是会有反应的 尤其是心动了之后 内心也会对爱情充满期待与向往 尤其是对于中年女人来说 她们并不会像年轻时那般的 精实和容易害羞了 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之后 生理上的反应会更明显一些 但凡用心去感受就能够察觉到端倪 也许起初的时候她嘴上不会说 但行动上却隐藏了很多动情的细节 给人的感觉就特别的奇特 与平时的表现相差很大 不得不说 当中年女人遇到了让自己心动的男人之后 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些生理反应 而且还特别容易察觉到 所以说千万别觉得女人到了中年之后更难以捉摸 其实她们早就清楚自己心里想要的是什么了 遇到了喜欢的人之后就会更加的坚定和主动 通常而言 中年女人动情后 生理反应会说明一切 很多人觉得 女人到了中年之后就更难以揣摩了 再加上她们已经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懵懂了 自然就不会特别轻易地动情 即便动了情也没有那么容易察觉 其实大多数人都理解错了 其实当女人步入了中年人的行业之后 在面对一份爱情的时候 内心仍就会充满了期待和向往 虽然没有了曾经的懵懂 但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之后 反倒会变得更执着和坚定 也许是因为曾经错失过一份感情 也许是人生的锐利增加之后 总之内心不想再留下遗憾了 就想着如何才能牢牢地把握住这份感情 所以才会有非常直接的生理反应 中年女人动情之后 最主要的生理反应就是主动联系你 她不会再等待你的主动 而是想借助主动联系你 表达出内心的情感 这也是中年女人下意识的表现 这一切都表明你在她心里 占有非常重脑的比重 如果说中年女人根本就没有对你动情 她根本就不会主动联系你 哪怕你主动追求她 也会被无情地拒绝 因为这时候的她看中的 并不是爱情本身 而是要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中年女人动情后 会主动靠近你 虽然都说 中年女人要比年轻的时候更成熟和睿智 但也恰恰是有了这些属性 才让她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 更加清楚自己想要的爱情是什么模样 若是没有遇到让自己心动的人 中年女人不会轻易地选择靠近 因为她不想再让余生凑合着过一辈子 哪怕这一生都很难再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她也不会再强求和委屈自己了 只会选择静静地等待 可如果她已经对你动了感情 那么你的存在便是最有魅力和吸引力的 这时候中年女人也很难再保持矜持和害羞 反倒会直接通过靠近你表达内心的情感 她的这份靠近力 包含了浓浓的深情 其实中年女人的主动靠近 就是动情后的一种生理反应 唯有动了真挚的情感 才会忍不住去表达深爱 才会努力地去争取 中年女人更看重能不能把握住这份爱情 而不是继续苦苦地等待 主动靠近便是最好的答案 男人可千万别不懂 抓紧出手吧 中年女人动情后 会主动说爱你 正常情况下 女人不会轻易把爱挂在嘴边 即便已经动了真挚的感情 也会把它通过细节表达出来 心意是不会被察觉和发现的 可当女人到了中年之后 就不会再如此矜持了 尤其是已经爱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之后 主动的联系和靠近都无法诉说内心情感的时候 女人便会把爱说出口 当中年女人肯对你说我爱你 显然是已经把你装进了自己的心里 这个阶段的女人不会再拿感情太难笑 所以男人也大可不必去怀疑这份感情的真挚程度 唯有爱到了内心深处 才会不由自主地把爱挂在嘴边 而这也是女人动了真情之后 最直接的生理反应了 不得不说 中年女人动情之后 会变得更加直接和主动 而当她已经开始主动说爱你的时候 肯定是把你放在了心里最重要的位置 很多时候 女人的确容易口是心非 尤其是面对自己喜欢的人 明明已经动了情却死不承认 可中年女人却恰恰与之相反 越是爱到不能自拔 越有有以上这些身为反应 要知道一个人的生理反应是无法伪装的 况且中年女人已经有了足够多的人生阅历 也经历过了情感的洗礼 这时候的她们已经不会再拿感情太玩笑了 一旦动了情便是真的神爱上了对方 当你发现中年女人 开始主动和你联系 主动靠近你 甚至主动说爱你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这是她深爱上你的生理反应 在这个充满挑战与压力的现代社会里 中年女性往往肩负着各为沉重的责任 她们不仅要照顾家庭 还要在职场上拼搏 同时还要面对容颜见老 身体机能下降等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众多中年女性开始觉醒 她们追求的是更加轻松愉快的生活 真正的爱情不是简单的妥协和忍让 而是双方的理解 尊重与支持 那些活了轻松的中年女人 她们不会为了维系一段表面看似完整的婚姻 而选择默默承受内心的痛苦与压抑 以张太太为例 她在婚姻中曾长期忍受丈夫的冷漠与忽视 但当她意识到这种状态对自我成长和幸福感造成的严重影响后 她坚定地选择了离婚 她重新找回了属于自己的价值和生活的乐趣 她的故事激励着更多的中年女性勇敢地走出不健康的感情关系 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那些活得轻松的中年女人明白 职业生涯的规划和发展 是她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 她们不会累了迎合他人的期待或追求所谓的稳定 而放弃自己的职业梦想和追求 例如林女士 一位拥有丰富经验和专业技能的中年女性 她在职场上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态度 当面临晋升机会时 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更具挑战性的职位 而不是为了保住稳定的工作而选择退缩 她的职业成就不仅为她赢得了同事的尊重 也为她带来了更加充实和快乐的生活 那些活得轻松的中年女人深知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础 她们会尽力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 均衡饮食 积极参与体育锻炼 以及培养各种兴趣爱好 这些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有助于 她们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还能提升她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 比如陈女士 她非常重视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 她每天都会抽出时间进行瑜伽锻炼 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 并且注重饮食的营养均衡 这些健康的生活习惯让她在中年时期 依然保持着年轻态 同时也为她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和活力 具体来讲 为了达到这样的生活状态 活得轻松的中年女性通常会采取以下策略 一、增强自我认知 她们会花时间深入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 明确自己的价值观 兴趣爱好以及生活目标 从而能够坚持自己的需求和底线 不被外界所左右 二、建立良好的社交圈子 她们懂得选择与其其阳光 支持自己成长的朋友交往 这样的社交环境有助于她们 保持正面的心态和乐观的情绪 三、学会放手 她们懂得放下不必要的负担 无论是过去的经历还是未来的担忧 她们都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 从而减少心理压力 提升生活的幸福感 持续学习和自我成长 她们始终保持对新知识 新技能的好奇心和学习的热情 通过不断地学习和自我提升 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和应对生活挑战的能力 活得轻松的中年女性之所以能够在感情 工作和生活习惯上不委屈自己 是因为她们具备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自我认知 她们敢于面对生活的真实面貌 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和梦想 希望更多的中年女性能够勇敢地追求自己的轻松生活 合出真我风采 在这个充满可能性的中年阶段 她们可以不断地挖掘自己的潜力 享受生活的每一刻 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 爱情没有完美 只有一些真心 真心就是完整 完整就是爱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解读这句话 真正的爱情并不复杂也不脱俗 它是由无数个普通人写手谱写出来的史诗 也是在两个人全心全意付出后才能获得的美好甜径 想要获得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恋 没必要把感情弄得过于繁复 因为慢慢培养出来的是习惯 随时间得到的是感动 这些都不是爱情 如果一个男人爱你如命 不用他海誓山盟 看他的这两点就很清楚了 男人应在乎而体贴 有些人认为 真爱一定是能够经历天崩地裂 海枯石烂而窥然不变的 但现实中哪有那么多天灾人祸让你去验证爱情 何谓真爱 它其实很简单 就像村上春树说的 真心对你好的人都在细节里 原会说谎 但细节不会 爱是细节 不爱也是 爱你如命的男人未必会倾鉴自己的生命 因为他还有更珍贵的人需要守护 所以呀真心爱你的男人也许不会说很多的甜言蜜语 但他的一举一动都因在乎而温暖 且贴其实 高级别的爱不是索取而是付出 它能让你深处其中 无时无刻不备感安全 真爱不是指出你各种各样的缺点 而是看着你哪里都足够好 真爱不是设定了标准去陪伴你提升 而是允许你自由自在做自己 真爱不是伴侣间潜移默化的控制 而是两个人各守边界的依靠 张晓贤曾说 爱一个人很难 放弃自己心爱的人更难 再强硬的汉子在心爱的女人面前 也会低头再固执的男人 面对不忍失去的另一半 也会选择包容和忍让 其实爱情不仅是所爱隔山海 山海皆可贫的霸气笃定 也是一乌两人三餐刺激 细水流声 沁人心脾的淡然 不爱或不够爱你的男人 才会把生活搞成竞技场 凡事非要分出个对错曲直 谁高谁低 而真爱你的男人 根本不在意输赢 因为你无论做什么 她都能默默地配在你身边 这也许就是你在闹 她在笑得最好写照 男人因责任而成长 刚刚在网上看到一位叫星星的女子 发帖她丈夫是相亲认识的 当时虽然感觉男人有点骂宝 但她早晚从不间断地问候 加上与雪天气的必到接送 都让星星感觉自己找到了那个对的人 可结婚后 结婚后 她却耍了眼 丈夫一改往日的态度 从来不可伸手帮忙做家务 不仅如此 男人的工作也是得过且过 根本没有想过微博的工资 如何承担以后的生活 为此两个人没少吵架 也正因为如此心心才知道 当初男人的表现 都是在妈妈的要求下演出来的 星星只得在缺席的丈夫 和强势的婆婆夹击下 艰难地维持着婚姻 直到男人有了耐心还家暴她 星星才心灰意冷地选择了离婚 谁都没想到 一年多后 男人的爸爸竟然再度联系星星 想让他看在孩子的面上复婚 而此时的星星却真的放下了 看着这个毫无长进 就连追前妻都得父亲出马的男人 他再也不抱任何幻想 无论是夫妻还是情人 不管人生的路上是风和利日 还是狂风暴雨 男女都该一起承担生活的重担 就像亲密关系中写的 爱上一个人不是能够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 而是自己可以做什么 若男人真爱一个女人 他不会把家庭或女人当成累赘 而是愿意主动将一切扛在肩上 因为对他来说这不是负担 而是甜腻的幸福 反之男人会只顾着自己开心快活 而不愿为了共同的生活去努力拼搏 爱情的确很神奇 他能够滋养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 让他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宫崎骏曾经说过 爱是需要付出代价 爱是需要担当 爱是需要努力争取 爱是需要你为了对方而放弃一些事情 并改变自己 如果男人爱你如命 认定了想要守护你一事 就能主动地改变和提高自己 这是他对待爱情的态度 也是将家作为责任的表现 更是他爱你的证据